谢谢主任的介绍 也谢谢台湾图书馆的邀请 我还记得我只要有作品 就会有机会来这一间教室 那上一次稍微比较久一点 因为纪录片每一片都要拍很久 它不是马上就可以结束的 不过我上一部一手摇滚上月球拍了六年 这一次我有进步 进步了一辈 我这次只拍了三年 三三年也是国一都可以国中毕业 那我觉得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 当然主要是来介绍这本书 因为我们是图书馆 可是这一本《岛屿经海洋之子》 就是因为有了这部男人与他的海的电影 所以我今天可以同时介绍书 也同时介绍这部电影 这一部片子其实 是我想要献给台湾这个海岛 台湾就是一个岛 而且这个海岛四面环海 但是好像我们对海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尤其在座看到很多都是比我资深的学长 学姐 你们跟海的关系可能又更有距离了 因为过去台湾可能戒严时代有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 包括汉人早期渡黑水沟的那种悲惨的记忆 戒严时代两岸的那种对立的关系 或者是一些民俗信仰 像我从小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讲说 你不要靠近水 不要去玩水 不要去海边 不然会发生意外 会水鬼抓交替什么的 就是一直要告诉你海很可怕 不要去 所以我们也不太具有什么海洋能力 会游泳的人也不多 我原本我还以为说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稍微会游泳 比较靠近水一点 但好像也没有 我在学校一调查 大家高中都有上过游泳课 但因为老师的标准就是25公尺游过去就可以过了 所以他也说反正我就是憋着不用换气 会过关的 也因为海洋能力不够 所以我们跟海的关系一直都很疏离 那很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打开大家对海的好奇心 因为电影里面的画面很美 你还会看到鲸鱼 尤其在电影院里面那个大萤幕 你就会很像在海上飘 或者是在水里面跟着大鲸鱼一起游泳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纪录片 在电影院这么安全的地方 电影院不会溺水 也不会有水鬼 所以在那边你可以安全的去享受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制作 然后在台湾的各地 还有在世界各个角度捕捉回来这些很动人的画面 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空前也不要绝后的 一部非常美丽的台湾的海洋电影 那这是我 我有个比较好记的外号就是黑糖 所以大家可以叫我黑糖或黑糖 至于为什么叫黑糖 那又是另外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们下一次可以再开一个专题来介绍我的外号 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早上才在三峡的北大高中演讲 三峡台北大学 里面有一个才六年的学校 一个高中 我跟他们说 我到了很大之后 甚至已经超过三十岁之后 我才领悟到说 我有好多能力都没有 因为从小到大学校或者父母对我们期待就是念书念书念书 然后考到一个科系 那个科系要教你的专业 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唯一的能力 没了 所以我的生活其实还蛮局限 我就是拍片 大家都觉得导演的工作好像很五颜六色很丰富 但没有其实也很枯燥 就是拍片拍片拍片 对各位来说可能稍微变化多一点 有时候会拍广告的时候拍纪录片 有时候会拍剧情片 但除了工作的专业之外 我好像没有太多能力 我甚至不晓得怎么玩 怎么生活 那这一点但从我的父母身上更可以看到 尤其他们到了晚年之后 就很想黏住小孩 他们甚至没有什么朋友 那如果以后我不想成为那样子的老人 也许我从现在开始 就可以开始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认识更多朋友 所以在2012年我35岁那时候 我开始去学潜水 而且选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因为我之前连游泳都用得不好 那好在有一个好朋友 他想要追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刚好是潜水教练 所以他就去跟她上课 然后就跟我说 欧腾 你跟我这么好 你可以陪我去吗 因为她有点怕怕的 好 我就陪她去壮胆 没想到上完课之后 我继续遣她不见了 因为那个女孩子没有答应她的追求 好吧 所以我也要谢谢我这个朋友 带我到台湾的东北角学潜水 也打开了我新的可能 所以今天早上我跟同学分享的第一句话就是 每个能力都会为你诞生一个可能 那这部片就是因为我开始学潜水 不是为了拍这部片去学一个能力 而真的是在我的生活当中 打开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不为工作 不为赚钱 而学的兴趣跟专长 他才可以长长久久 然后我才可以真正很投入其中 很享受 所以每天 每个礼拜末 周末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我就会开着车到东北角 台北到东北角好快 不塞车的话40分钟就到 就一个气瓶背着跳下去 中午起来吃饭 下午继续回去工作 非常舒压 因为在水里面是没有重量 甚至非常的辽阔 就像飘在太空 我没有飘过太空 但在里面的感觉 所以我们潜水的人都称为 都称海底叫做内太空 那种感觉是真的很舒服 很舒压的 在水里面你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在跳 然后听到自己在呼吸 那个吸气的声音 那是很深刻在感觉自己活着 平常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忙碌的 你不太有机会去想一下自己现在的干嘛 因为一直有事情在逼迫着你 连吃饭都吃得很快 喝咖啡也喝很快 甚至喝咖啡是为了聊事情 谈生意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生活了 不过在座来到这边 礼拜二的下午 应该都是现在可以好好生活的时候 很恭喜 也羡慕大家 那因为当初去学了潜水 让我看到了海 也认识了海 地球上70%是海 我们困在30%的陆地 1%不到的台湾 0.001%不到的台北 但如果有机会你只要走到海边 台湾的海边都是海 跳下去就是新的可能 就是一个新大陆 一开始潜水很兴奋 那个前所未有的那种 身体的感觉很开心 但是也随着自己的潜水能力 越来越好 在水里面可以控制上下 控制前进的速度之后 我比较有能力去看到 看到什么 去好好的观察海里面的画面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 海里面不是我想象的这么美 尤其在东北角 那个珊瑚都被破坏光了 很像一片荒漠一样 甚至长出一些很畸形的 营养不良的珊瑚 因为海水污染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垃圾 在你前面飘呀飘 永远捡不完 那个礁石就是残 残绕很多的鱼网 还有那种钓鱼的鱼钩鱼线 那再来就是鱼很少 都是那种很小的鱼 不然就是河豚 鱼也被抓光 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发现 原来在此之前 我在陆地上跟着大家 在那边一起喊 爱护海洋 然后什么减少海洋垃圾 人家按赞我也按赞 人家转分享我也转分享 但在此之前 其实我对海根本一点 感觉都没有 我就在自己开始潜水 进到海里面 看到海洋的美丽 也看到海洋的哀愁之后 我才发现海这个时候 是跟我有关系的 我希望它更好 因为我常常跟它相处 甚至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 跟我一样也踏到海里面去 看到它的美丽 才有机会为它发生 所以才开始想 有一天也许我会有机会 拍一部跟海洋有关的纪录片 那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岛语经》 我的英文的电影的片名 叫做《Wear Island》 就是金鱼之岛 其实开宗名义就是 想要跟大家沟通一个想法 就是其实台湾 我们在海上 在中国大陆旁边 这个形状的位置 不就像这一张吗 就像一只金鱼停在那边 停在水面换气休息 我们不是地瓜 不要再说这里是一棵地瓜 也不是一片叶子 其实我们就是一只 浮在水面上休息的金鱼 这只金鱼睡太久了 要醒过来了 醒来之后可以干嘛 可以游往世界各地 还是没有边界的 没有国界的 到处对他来讲都是希望 都是可能 我们游到太平洋的东岸 我们在西岸游到东岸 就像这个对大赤金来讲 就有点像我们在家里 从厨房走到客厅一样容易 所以身为一个海岛国家 我觉得在这边的子民 应该有所谓的海洋性格才对 什么叫做海洋性格 就是不怕水是第一个 再来是勇于去冒险 勇于走出去 不是只有商人要做生意 才提着皮箱到处走 勇于去尝试冒险跟创新 应该是在这座岛屿上 大家从小就该要有的性格 包括父母应该鼓励孩子 去做不同的体验 长大之后 我们应该要勇于去创新创业 走出去 否则真的就会被困在 这个小岛上 海变成我们的围墙 你会觉得好像就在这边被关起来 然后我们大家挤破头的在竞争 但到了海上其实有很多可能性跟资源 所以海洋之子 希望借由这部电影 让更多孩子可以认识海洋 甚至开始接触海洋 我觉得在二十年后 海才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那当然一部电影未必有机会这么大的一个深远的影响 但对我来说 如果有机会多一个人看到这本书 看到这部电影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开始愿意跨出去一小步 就有机会了 就像当年我因为去陪人家追女朋友 然后跳到海里面去潜水 才有现在的男人与他的海 各种可能性都是有 只要你愿意开始 那在电影里面一开始出现这样的画面 这就是我们现在跟海的关系 海是我们的边陲地带 虽然已经解岩了 大家可以自由日在去海边 也不会踩到地雷 也不会有海巡族的人拿着枪指着你说 你来这边干嘛 还是要偷渡 还是你偷渡上来 但是我们对海的关系就是这样 不要的全部丢在那边 海边现在是最多热射掩埋场 所以我们一直去浸滩怎么有用呢 因为台风一来那些垃圾又被卷下去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花莲港 港一出去 左手边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垃圾掩埋场 超大就在这么漂亮的山跟海中间 然后呢 削拨块 堤防 甚至这一段呢 是我们的主角廖宏基 他就在怪手后面那个海上 他每年没事的时候 就会去台湾绕着海岸线 靠近最边缘的海边走路 那一天他刚好走到台东大五的外海 台东大五是号称台湾最美丽的海岸 那边还有个最美丽的车站 叫做多梁火车站 但是那个时候正在进行工程 这个工程完成了 就是 那叫什么 花莲到台东 一个快速道路 节省了三十分钟 但是呢 却要在这么美丽的金轮段 画上一刀 这很像在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脸上 画一刀是一样 那当然 社会要进步 效率要更快 这种建设跟破坏本来就是很难以权衡的 可是我觉得 在这么美丽的海滩 海岸边 你为了节省那三十分钟的车程 平常是要绕这边 那这个是火车 盖的这一座这么贵的高架桥 结果你在上面是不能停下来看风景 我们真的赚到了什么 我们甚至失去了更多 因为这样子对地貌的迫害是一去也不回头 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了 好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的主角 在这部片《男人与他的海》 讲的当然就是男人跟他的海的故事 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主角 第一个就是廖宏基 廖宏基其实在2016年之前我不太认识他 反而我身边的那些年轻朋友们都认识 因为他的文章出现在课文里面考试要考 所以大家都认识他 反而在我那个时候 念书因为是戒严时代 所以我们的课本里面没有海洋 那时候还不知道廖宏基是谁 廖宏基是现在台湾被我认为为恶的海洋文学作家 就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他 一个是达吾族的学者叫做夏曼兰坡安 而且他们刚好是童年出生 今年都62岁 没有了 没有人写海 没有人专职写海 海离我们很遥远 写东写西写吃的写旅游的 写很尖色的文学 写小说的一堆 但是没有人要去写海 那廖宏基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因为他在30岁之前 他也跟我们一样都活在主流的价值里面 也在私人公司工作过 也出国去出差 长居过 但是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讲很不快乐 后来他想要逃 想要逃到海上去 因为住在花莲 他就毅然决然放弃了一切 跑去跟着船长捕鱼了 真的从捕鱼狼做起 逃海人做起 而且因此牺牲了婚姻 他还有一个女儿 那时候还很小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他太坏了 甚至会骂他 就是违京叛道 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么不负责任 但是他很忠于自我 因为他觉得在这样复杂的陆地上的人际关系里面 他越来越忧郁 他必须要自己要先救自己 那逃海人捕鱼狼这个工作 其实也是非常边缘 在此之前我们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在陆地上混不下去的人 坐肩犯科的人才会跑去捕鱼 怕尊人 因为到海上你一两年半年不回家 根本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关心你 那时候这些逃海人的身份跟状况是这样 没想到廖宏基一下子就逃到那个最边缘的状态去 那他一上去就暈船暈了半年 每天吐 因为他也没有任何的海性 是这样慢慢磨练出来 到了海上呢 他一个人相处 但是也看到了很多很漂亮的风景 看到很多鲸鱼跟海豚 就在台湾的东部外海出现 所以他后来呢 从陶海人变成了一个 做海洋教育跟海洋保育的 很领先的一位前辈 他在花莲创了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 开始带着很多年轻人 搭着船出海去做鲸豚的调查 去调查什么 调查在台东东部黑潮上面 到底有多少常见的鲸鱼跟海豚 那这一调查不得了 全世界大概有80种鲸鱼 但是在台湾的东部外海 可以常看到的就有30多种 海豚更不用说 你看这么丰富 因为那条黑潮 黑潮是什么 黑潮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洋流 它从赤道出发 中年从南往北移动 它把赤道的温暖跟温度带到北方 所以北方有很多的不动港 都是因为这个赤道 北太平洋暖流造成 它像高速公路 它在水里面 它在海里面流速非常的快 所以这部电影里面 刚好在2016年 我们跟着他 廖宏基一起到海上做一件 傻事 吃饭生云的事情 他每一本著作 廖宏基已经写超过20本书了 他每一本书其实都是有一个跟海洋有关的一个计划 一个冒险的计划或体验 他去经历过之后再把这个过程写成他的海洋文学 他是用行动用身体在写作 不是用想象力或者是用创意在燃烧生命 那一年他刚好要去做黑潮漂流计划 黑潮漂流计划 就是他搭了一个方法 三公尺乘三公尺 然后把它拖到台东的尾 台湾的尾巴 台东的外海 黑潮上面 然后人就坐在那个方法上 顺着黑潮漂漂漂漂 看可以漂几天漂到台湾的头 宜兰的外海 大家听起来都觉得真是太远 我们去做这种无聊 然后又危险的事情 没错 就算他已经这么知名了 在台湾的海洋文学界这么有地位 还是有人一天就说 你小孩 或者说你千万不要做 一定会发生危险 一定会有意外 但是他还是做的 但这件事情当然不是 只是很浪漫的想象 我们还是有做缜密的规划 包括这个方法该怎么搭 他们就做了很多的尝试跟测试 那有去做测验那个海流 跟方向还有气候 甚至最后出发的时候 我们同行还有一个科学团队 跟着上去做科学的研究实验 就是这么一个三公尺乘三公斤的 无动力方法 他用这个塑胶方砖 十六颗凑在一起 然后就这样出海了 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方法 我们还有一艘用海钓船改造的一个 就用一艘海钓船当作借护船 跟方法中间用一条很粗的绳子绑在一起 然后一起飘 那个船上就是我们平常做休息补给的地方 这一次还有一个科学研究 就是起盘角跟球背象笔虫 这个部分我就不太仔细说了 因为我也不是科学背景 总之 这个生物系的研究团队 你想要试试看 球背象笔虫的迁徙的过程 传播的过程 因为在从赤道开始 菲律宾 然后台湾 冲绳 都有它的存在 然后他们在想说 会不会他们是搭乘这个植物 就是这个棋盘角 往北去破展 所以就在这个棋盘角钻一个洞 然后从爬进去再把它封起来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在海上飘 为什么要做这个科学计划 也是有个背后的秘密 因为当初 这个黑潮漂流计划 我们去送所有的机关 包括海巡署 包括内政部 包括外交部 包括什么部 他们该送的都送 只是想要得到一个公文说 好 准或不准 但没有任何的单位回复 他们都只是回 我知道了 当然公文好像不是 公文用语不是这样 知悉还是什么挖沟的 没有任何人告诉你说 你这样是合法的 或者是不合法 没有人想担责任 也没有想人要去碰这件事情 包括到现在 我们还是一个有海境的国家 就是你不是任何国民 想出海就出海 我们还是要海巡署 还是要给身份证 你连搬赏金船出海 都要检查身份证 然后除了渔民有登记之外 所有这种出海48小时之内 要原港口回来的 你从花莲港出去 你就是要从花莲港回来 48小时 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计划 他就会违法了 如果真的要这样 海巡署48小时之后 他就可以开船出去 把我们抓回来 抓回来干嘛 我们又没有要偷渡去中国大陆 还是去日本 去日本搭飞机多好 就是我们的海的所有的法令跟观念 还停留在戒严时代 全世界目前只有两个国家有海境 台湾No.1 另外一个是谁 北韩 你看我们居然跟北韩放在一起 太帅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管 你们大家都不去海边 你当然不会觉得这个法令不改 对我没有不方便 所以要有需求 才会进步 我们的海就是没有需求 我们没有海洋文化 但我们有非常兴盛 蓬勃发展的海鲜文化 可以吃的 不能吃的 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我们认识的鱼 都是煮好放在盘子里 在水下面的 可能大家都没有看过 这很有趣 海鲜文化很重要 因为它是海 吃是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种 包括日本 你看他们很会吃海 很会吃鱼 但是他们在海其他的部分 也是非常兴盛 甚至有很多的祭典 或者海上的能力 我们还在做这个 很浪漫的黑潮漂流 原本预计 这个漂流的行程 如果计算流速 大概是12天会完成 但是我们很快 7天就到了 因为漂得太快了 大概一秒钟 两公尺 这样漂 一开始 第一天跟他一起出去 廖宏基邀请我说 黑糖 我本来想要找 黑潮的志工 来做一下简单的测拍 但是好像找一个 专业的导演来拍 品质会比较好 所以就找到了我 那我一听 太棒了 可以有机会跟得出去 去冒险 多好 这样 这种事情 我平常不会找得到旅行团办 自己也不可能去 刚好有这个机会 又可以跟工作绑在一起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但是出去第一天 我就后悔了 因为该拍了都拍完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 望着大海 怎么办 就只有这么窄 然后拿出我的手机 要滑那个宝可梦 海上还没有宝 也没有讯号 很苦闷 因为已经习惯陆地上的节奏了 到了海上开始 很悠闲 又没有讯号 又没有平常的生活的习惯 可以做的话 你开始手忙脚乱 开始心很慌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但是到了第二天 第三天 我就慢慢已经 习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节奏 甚至在一层不变的 海向天色里面 去察觉到它的变化 海真的很难形容 因为它从早到晚 没有一刻是一样的 光海面上的那个坡纹 海浪的节奏 声音 风跟温度 那更不用讲天空的颜色跟云 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是夏天 对对对 这个计划一定要在夏天 因为东北气风很强 东北气风那个浪高 都至少三公尺 但是我们这次很幸运 七天飘晚 而且刚好夹在两个台风中间 我们最后一天是逃回来的 因为台风来了 然后我们就沿路被它追 一上岸就狂风暴雨 在电影里面你们会看到 可是这七天在海上是风平浪静 是非常平安的 甚至连廖宏基都说 这个是他有史以来 20年来做过最危险的计划 确实最顺利最安全 我想应该要泄海吧 谢谢海 因为他知道黑糖要去拍片 知道台湾人离海很遥远 好赶快把最好的东西全部端出来 所以这次在这部电影里面 我们也拍到了很多很珍贵的画面 是这些跟海很靠近的 包括黑潮的志工们 都没有遇过的 也没看过 连廖宏基都20年才遇到一次 所以海上非常的美 那个美其实是过去我无法体会 因为它太单纯 太单调 但也只有这个时候 你才有机会很安静的跟自己相处 就像我潜水一样 你听到自己生命的声音 在海上你是有机会 去感受整个大自然 跟整个世界 好像海一直要告诉你什么 或者是它是很哲学的 好像你跟一个大师面对面坐着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所以廖宏基他也讲说 生命中你要找的答案 到海上去也许就可以找到 慢慢找到那个乐趣 就这样站在船边 然后看着海 回过头来看着我们的家乡土地台湾 半天就过了 一天就过了 然后你不会觉得空虚 你是觉得精神饱满 仿佛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断在洗涤自己 过滤自己 去无存经 不要东西可以拿掉 因为人类生活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都可以不需要 有那个很复杂的人际关系 然后对公民的追求 还有很多自寻的烦恼 在海上都暂时全部抛掉 那更棒的是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生活了这么久 我们很少到海上回过头 来用这个角度来看台湾 这是什么角度 这就是当初欧洲人发现台湾 然后说FOMOSA的角度 真的很美 这个时候刚好是太阳准备 要沉入中央山脉了 然后在利物溪的出口 在过去那边就是清水断崖 然后中央山脉经过一整天水气的累积 因为黑潮的水气很丰富 如果去花莲有机会你会看 白天起来山是没有任何的云 随着时间眼睛的云越来越多 越来越厚 通常就会在下午下一场雨 那这些雨呢 就是滋润了台湾 尤其像东部这个地势这么高 为什么还可以这么轻冲 这么油绿绿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水气 因为黑潮 很像水墨化一样 一层又一层 大家如果清零现场的话 那个画面真的是很美 是世界绝景 但是你为了这个绝景要飞到哪 飞到好遥远的地方 飞到欧洲 飞到尼泊尔 飞到纽西兰 但搭船出去三十分钟就可以看到 那夜晚也是 过去很少有晚上在海上的经验 除非你搭力行邮轮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不会在甲板看 你可能在casino 搭轿 那或者是搭那种马公的 去马祖那种游轮很不舒服 正在里面 在那边滚来滚去 可是晚上的太平洋也是很热闹 我们甚至在海上遇到了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几千只的鸟 所有鱼都来了 都围绕着我们 包括海豚都出现 所以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 拍到了一颗前所谓的镜头 就是夜间的水下海豚画面 没有人拍过 但我们在太平洋上遇到了 摄影师就背着气瓶就 就跳下去了 那我还在讲说不可以 他就砰跳下去了 因为我们学潜水的人都知道 夜间潜水其实是很危险的 而且如果你没有潜伴的话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上来摄影师 还被我骂了一下 我骂他说你为什么不揪我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段片花 是我们拍摄廖宏基的部分 让大家有机会可以认识 他跟花莲还有海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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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